请同学和隔壁的同学 一起互相批改刚才的墨书 答案是这里 朗熙,你错了五个字,是75分 我不会错五个字,一定是你改错 同学对朗熙的举动表现很恶然 他们心想,为什么朗熙这么可怕 我以后都不想跟他一组了 当做错事,人家会跟自己说 但不要紧要,人家纠正时 我们可以学到更多的新知识 如果发脾气,其他人会觉得自己很难相处 不想跟我一组 我们可以保持冷静,下次再尝试做好些 请同学和隔壁的同学 一起互相批改刚才的墨书 答案是这里 朗熙,你错了五个字,75分 哎呀,为什么要错这么多呢? 你这个字经常都加多了的话 你下次可以留意多些 好啊,谢谢你 每天都要犯错 犯错是小事,不要紧要 从错误中学习 我会为自己学到更多正确的知识 感到高兴 我要保持冷静,再尝试 朗熙正在做课课 老师指出他有些地方做错了 这题计错了,你再计再一次吧 是哦,我明白了,我会再计多次了 朗熙聆听老师的指证 保持冷静,再尝试计算 这个是一个好的学习方法 当做错时,人家会和自己说 但不要紧要,人家糾正时 我们可以保持冷静,下次再尝试 这样可以学到更多新知识 学习新知识是一件好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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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